航空发动机的轴承有多恐怖 一分钟旋转数高达18000转 寿命超过5万小时 一直以来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上的皇冠 这里面的结构之复杂让很多人惊叹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中有个看似不起眼的零部件 它的技能更是决定了发动机的寿命长短 这玩意就是轴承 它可以帮助发动机牢牢抓住高速旋转的转子 使其能在电子系统中保持相对运动 并确保在恶劣条件下始终稳定工作 当航空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 像风扇 压器机 涡轮机等都需要高速旋转 而轴承作为发动机中的不弱点 一旦出现故障 就有可能导致发动机完全失效 那么这种轴承的技术难度有多大 首先发动机轴承的材料要能耐高温 当航空发动机运转时 内部的温度可以高达1500度 在这么高的温度下 大多数的材料要么软化 要么融化 要么丧射机械性能 因此 性能强健的轴承 使用的都是特殊的耐高温核心钢或陶瓷材料 其次 发动机轴承还要能适应高转速 每分钟高达18000转 或许大家没有直观的体验 像我们平时见到的电风扇 它的转速大概是每分钟600转左右 只有轴承转速的3%而已 如此高的转速意味着轴承需要承受极高的离心力 再加上 轴承不同方向所受的拉音力不均 这就对轴承的稳定性和耐久性提出了巨大挑战 如何设计出更加合适的形状 滚动元件如何布局才能最大程度分散负载 润滑系统如何更加高效地延长轴承寿命等等 这些都成为了工程师们最关心的问题 同时 在轴承的制造过程中 还需要疏控机床的高精密加工 以确保滚动元件的形状和尺寸精度达到微密基 这样以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摩擦和磨损 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 还有一点 航空发动机内部是存在高压区域的 而轴承想要在高压环境下保持稳定工作 严格的密封是必不可少的 不然一旦出现润滑油泄漏或是外部污染污进入 那么就会损害发动机 轻则也偏损坏 重则发动机熄火 想象一下 当你坐在飞机上听着耳机唱着歌 突然发动机坏了 你就让在空中上演自由落体运动了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实际上能生产航发轴承的国家 都集中在美 法日等国 所信的是 目前我国的航空轴承行业 已经具备了设计 研发和加工制造的能力 不仅如此 发动机轴承寿命也从过去的3000小时 提升到5万小时以上 不得不说 这是国产高端制造业上的重大突破 我们下期试图会议和作试图会议和作用